這個德杰出銷 也是一樣有捐這個幾塊 當然不多啦 不太多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突然醫療的效果 剛好我今年一月來交接 我想我花那麼多 擺到我的辦公室裡面 那九位都會聯誼 那我就有一個發想 說是不是 瓜董 我們所有員工 大家來 來裂這東西 裂的是你剛出發就都沒問題 我跟我這邊搬出去 大家盡量來裂 結果就裂到了一萬八千多塊 那我們非常感謝那個陳自家夏琳 他是可以高發貴薪 但是他把他撮足一萬兩千塊 所以今天的薪金大概三萬五百五百塊 錢不多啦 那是我想的是炮彈醫療效果 白米也不多 你把這個爸爸跟他醫療說 這個就有了 希望藉由我們這些活動 歡迎社會大樓大家一起來 一起來欣賞 上個一兩個禮拜 有一個國內很大的新聞 就是我們台灣的鳳梨 以台灣的鳳梨遇到外銷的一個困境 我想以農民他辛苦的種植一個新鮮 那如果沒有一個好的行銷的管道 我想最後這個農民可能都會 就是新鮮都沒辦法回收這樣子 那我很感謝張華郵局這邊 可以給小農這邊一個這麼好的行銷 一個的管道 讓小農這邊沒有後補自由 可以專心的照顧我們國師 郵局這邊剛剛局長有提到說 我們這邊的郵局這邊的金流資訊 都是非常的強 那由我們這邊的從行銷 然後包裝跟廣告當前置的作業 然後到陪送 然後甚至我們的莫蘭的金流 都有郵局這邊一手包辦 那我真的非常感謝郵局這邊的 郵局團隊這邊的辛苦 然後才有小農現在這樣可以 可以進一份微博的力量 郵局的李局長還有蕭科長 還有二里郵局的張清禮 還有西平國園的群董老闆 志佳還有我們喜樂的 我們應該說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都很喜歡說平安 用平安做問候 剛剛局長有找到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檢報室裡面 有做一些的介紹 對喜樂的服務 就會有一些的了解 對我們有更多的了解 跟我們的需要 局長有多看見了 那我們真的非常感謝 我覺得非常感動 中華郵政 張華郵局其實長期以來 可以幫你喜樂 也共同照顧我們的 我們的身上者 特別是我們現在照顧的很多的 漫費天赤 今天特別將一份愛 一份祝福 一份禮物帶到喜樂來 我知道在郵政商場的這個部分 因為特別重視清隆 支持我們天香的清隆 它可以種植優質的這樣的一個產品 那也在我們的彰化郵局商城的部分 有力推我們清隆的這樣的商品 自家因為已經連續 跟今天的活動就是 張華郵局 中華郵政 跟西平國園聯合做這樣的一份公益的活動 已經第五年了 到我們機構基地 我們跟大家加油 為了 我要賜 來 你們 可 第二 字幕